各位弟兄姐妹 还有各位新朋友老朋友 大家平安 我叫黄上仁 我是这个教会 Blackhawk教会华语部的牧师 很高兴今天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复活节的崇拜 在开始我的讲道之前 我想要先欢迎 今天是你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 如果我们有小礼物想要送给你 如果有的话可以请你举个手挥挥手 好 太好了 有好多位 那待会儿在后面的服务台 我们会把请你到后面的服务台 最后结束的时候 我们会把小礼物跟教会的一些资料给您 非常欢迎你们 也非常希望你们以后能够继续来参加我们教会的各种活动 也来一起认识我们这位神 在刚刚我们所看到的这段视频 这是4月29号 就是这个月的29号 现在已经4月了 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教会的活动 那这个活动已经在我们教会迈入了第10年 今年第10年 叫做Love Medicine 那Love Medicine 顾名C就是爱麦迪逊 爱这个城市 那为什么我们要爱这个城市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爱 充满我们 然后告诉我们要去什么 爱神 爱人 也就是爱上帝跟爱我们周遭的人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 要爱我们的灵社 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行动 把我们的信仰活出来 既然神的爱在我们身上 我们去爱这个城市 我们去爱这里的人 我们来爱这片土地 哪怕是做这些很多 刚刚上面各位看到的一些劳力的工作 但是在这些劳力的工作里面 流露出我们的爱 哪怕是一些卑微的事情 我们愿意去做 让世人可以看到 就哪怕是没有看到 但是在这里 这就是一个我们 也可以算是我们的属灵的操练 在过去的2000年的教会历史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例子 是透过劳动服务 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或去帮助有需要的地方 去把这个见证活出来 甚至是对自己的一个属灵的操练 所以我们把握这个机会 所以各位的小组 你都已经报名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参加周五的小组 欢迎你把握机会 你可以参加跟我一起 到一个公园里面去服务 可能是八八草、猪猪、石头 这些这样的工作 所以下个礼拜 我们会把牵道表准备好 或者是你这一周 你就可以发email给我 或者你可以直接上教会的网站报名 都可以 报名的方法很多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把握这个机会 所以4月29号我们不在这里聚会 这里不会有人 请你不要跑来这里 我们直接到我们服务的那个公园里面去 好 接下来我就进入我们的讲道 这个礼拜我要讲的是复活的主日 这个就是复活的真实性 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左右来到世上 在地上生活了33年之久 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33岁半的时候被罗马人处死 钉在十字架上面 但是他死了之后呢 他复活了 那对非基督徒的人 甚至是某些 有些基督徒都觉得 这件事情可能心里面还是有些疑惑 说人死了 怎么可能复活 怎么可能 你有看过这样的人吗 没有 你有听说这样的人吗 古今中外 没有 有就唯一就是听过耶稣基督 他号称死里复活 其他没有 绝无仅有 所以会有人带着怀疑来看这件事情 这也是正常的一件事情 对于人类来说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但是今天呢 又刚好 又是4月1号愚人节 所以我又不相信 说对 复活就是一个骗人的一件事情 这么刚好 这么巧 但是今天我的目的呢 是要让各位可以看到说 复活 为什么我们愿意去相信复活 为什么复活值得信靠 为什么我们值得相信这件事情 而不是只是凭空的一个迷信 那我要先理清几件事情 第一是 我不会用百分之百的科学来说服你 说耶稣一定复活 因为科学已经证明他复活了 我直接告诉你 对不起 我办不到 因为我不认为用百分之百的科学 可以证明耶稣复活 光是讲一点你就清楚了 因为科学是必须能够重复的 他要经过一次两次三次 实验重复 得到同样的结果 问题是 耶稣复活 我没办法做这件事情 我不能让耶稣在我面前 复活给你好多次看 sorry 我做不到 所以没有办法用这样子的 所谓的纯科学的理论框架 去验证这个事情 但是我可以举很多事例 案例 就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 来给你很多的验证跟考据 让你去思考 这是我今天打算做的事情 好 我们来看 基督徒常常会被问到这一点 说如果有人问你 你为什么信诸教 你为什么相信一个被定死的人 然后他还复活 怎么可能 那基督徒我们要知道这一点 就是我们要常常做好准备 怎么样呢 去回答那些问你们 为什么怀有盼望的人 而且要什么 要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 我们要做好这样的准备 那我希望我今天就是做这样的准备 用温柔耐心来回答 你心里面疑问 为什么你相信耶稣复活了 这个疑问 好 再看下一页 好 再下一页 所以如果我另外一件事情 我要澄清就是 我只有四十分钟 所以我不可能把所有 证明有神 证明有耶稣 证明耶稣复活的所有事例 一一列举给你听 那个可能要我讲三天三夜 再浓缩地讲之后 也要讲八到九个小时 所以四十分钟之内 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提到 但是如果你有兴趣 非常欢迎你来参考这些书籍 对不起 第一本没有中文的翻译 是英文的书 第二本是叫做 The Reasons for God 中文翻译 我为什么相信 这是一个在纽约的 很有名的一个牧师 提姆凯勒他写的书 所以这本书有 而且我十二月买回来 就放在后面的参考书架 各位如果有空 你可以带回去 借阅一个月 我为什么相信 里面也会有提到 复活跟耶稣的历史的 这些记载 还有一本叫做 道成肉身上帝复活 很抱歉 也没有中文 然后最后一个 是一个很好的网站 是英文的 The Reasons for Faith 这是我翻的 理性的信仰 这是很多科学家 他们的论证 会在这个上面 然后常常会有新的文章 新的部落格出来 好 再来 好 再下一页 那我也没有办法 今天要跟你理性的辩证说 为什么有神 神的存在如何证明 今天没有办法 所以如果这个是 你心里面的疑问 你连到底有没有神 有没有一位宇宙中 更高超的 更大的一股力量 这个你可以看这本书 中文是有 北京大学有翻 2005年 是上帝是否存在 所以如果你回国内订书的话 可以找到这本 上帝是否存在 它是牛津大学的一个 哲学系的教授写的 好 那另外 如果你是在科学方面 因为我知道各位可能很多是 在IT的领域 或者是在UW 在学校里面任教 很多是走理科的 那你讲求这个理性的辩证 那特别是我推荐一本 生物学方面的书 这本叫做 《上帝的语言》 The Language of God 它是Francis Collins 柯林斯教授写的 那它是整个 它主持一个非常重要的计划 长达二十多年 叫做人类基因计划 Human Genome Project 它是美国疾管局的局长 曾经一直到好像2003年为止 做了二十几年 所以它是这个计划的主持人 那它研究了人类的基因 三十年之后 从无神恋者变成基督徒 所以它写了这个 它认为说 基因DNA 是上帝的一种 对生命的语言 所以这本也有中文翻译 好 再来 还有这个叫做 《生命之道部落格》 抱歉 这个也是英文的 但是这个就是 所有的生物学家 很多基督徒的生物学家 他们写的文章 在这个Biologer 《生命之道部落格》上面 可以参考 好 所以 常常会有一些 无神论者 他们提到 就是说 哎呀 相信这个神 而且还相信耶稣基督 然后还相信他 道成肉身 就是说他化身成为人 然后还死掉 还复活 这是很不科学的一件事情 这是无神论者 常常利用的一个论点 那我在这里 必须告诉各位说 那好歹我受过教育 所以我至少有点科学的底子 虽然我不是专家 但是至少我在 史丹福大学 我研究所是读 在工学院里面读工程数学 所以我也是一个 比较理性出发点的一个人 我喜欢透过理性去认识 我们的信仰 还有我们的神 那一样 于牧师也是 他是伯克莱大学的 电极系的本科 所以他也是科学的背景 所以 然后我们的主任牧师 Chris 牧师 他也是生物学的背景 本科 所以这边牧师 大概很多都是 理科背景的 所以我们也是 尽量用 这个理性的方式 来认识 来了解我们的信仰 那刚刚那个图就是说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 无神论者 他在2006年的时候 就拍了一部片子 就是来嘲讽基督徒 他认为基督教 就是很无聊 很不科学的 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知道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们在社会上 有时候面对这些无人生论 我们还是得 虽然我们不一定要 跟他争论 但是 该要提出来的论据 我们要能够提出来 这也是我今天的一个目的 好 那我们再看 下一点 我们要来看说 因为 刚刚那部片子里面 他就是提到说 真的有耶稣这个人吗 他认为说 没有 耶稣全部都是 你们捏造出来的 耶稣基督是 根本不是一个真人 都是一个流传的 民间的虚构的故事 所以我必须在这里提出 耶稣基督是一个真人 这一点在大部分的 历史学家里面 都没有疑问的 为什么 因为有非常多的记载 有记载到耶稣 可以考真的 其中一个就是这个 小普林尼 小普林尼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罗马的一个官员 不是老普林尼 老普林尼是他的舅舅 两个都是罗马的大官 那他在他的书信里面 写到这一点 我来读 他们经常在黎明前聚集 轮流诵读经文 颂赞他们称之为神的基督 并且以誓言约束彼此 远离偷窃强盗 偷窃强盗 盗刑 奸淫 不违背信任 且在该归还贷款时 不否认借贷 我非常地倾向他们相信这些 因为在查明真相的过程中 我严刑拷打了他们两位 称为女执事的奴婢 小普林尼他当时是在 但他在一个省当那里的巡抚 所以他在那里当官 他在查 为什么当地有这个民间运动 有一群人 就是基督徒 叫做基督徒 他觉得很奇怪 这些人的严刑举止 跟一般人都不一样 那他就可能是很怕他们 谋反还是造反搞怪 作乱 所以他就去查清楚说 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群人 在做什么事情 需不需要提防他们 要不要及早铲除掉 所以小普林尼 他就抓了两个人来严刑拷打 两个教会里面的女执事 然后就发现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这些人称为基督徒的人 他们不违背他们彼此的信任 他们互相是有誓约的存在 而且就是说 比如说有人把钱拿出来的时候 借给大家分用的时候 因为早期的教会是什么 凡务公用的 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 全部的钱都给教会 然后大家分 没有个人的财产 但是有人钱拿出来分的时候 之后借你 然后你拿去 他有需要的时候 你不能说 没有 之前你没有给我 所以他们有这样 彼此高度的信任关系 这是小普林尼观察到的 这是他在公元112年写的 我们再看下一个 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历史学家 叫约瑟夫斯 他写的一个最有名的 很大的一个剧作 叫做犹太古史 Antiquities 这个是整个犹太人历史里面 很重要的一部史书 约瑟夫斯就好像我们的 司马迁一样这样的地位 好 在此时耶稣出现了 祂是个智者 祂行了奇妙的事 是心存欢喜 接受真理的人们的老师 而他的跟随者中 有许多犹太人 和许多希腊背景的人们 当彼拉多以十字架处决他 那爱戴他的人们 并没有窒息他们对他的爱 约瑟夫斯他发现到 虽然耶稣被处死了 可是这些跟随他 爱戴他的人 却没有因此希望破灭 对一个死人 还如此地敬仰 这么爱戴 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而且还继续地 忠心地做这些事情 跟随他 这个是约瑟夫斯的 考证里面的记载 我们可以看到 再下一页 再来我们看到 是鼎鼎大名的塔西陀 塔西陀 他所写的边年史 那边年史 我们也知道 是至今我们对 罗马帝国 所有认知里面 很大一块 非常具足轻重的地位 也是边年史的存在 所以塔西陀他既是官 好像当过 罗马元老院的议员 然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史官 那他在他的边年史里面写什么呢 他记载到暴君尼路这段 尼路对他所痛恨的一群人 也就是罗马 人民称为基督徒的 施行最极度的酷刑 并将焚毁罗马的罪 推到他们身上 他们的基督在提比留皇帝的在位期间 在我们的巡抚本丢彼拉多手上 受到了极度的刑罚 这是边年史里面的记载 塔西陀他去考证 之前在犹大神里面发生的这些事情 所以这些就是告诉我们说 其实不只是圣经里面 其他非基督教的典故的 这些历史的书籍里面 很多都是证实 都有记载到耶稣这个人 而且他确实是被罗马政府处死的 所以耶稣存在 而且正史里面告诉我们什么 他真的被定死 因为我们如果看到许多的怀疑论者 他们对耶稣说 好 那即使耶稣存在 可是他没有真的定死 这个就是什么 伊斯兰的官方立场 伊斯兰的圣经里面也有耶稣这个人 他们叫伊萨 不叫耶稣 但是是讲同一个人 但是他们认为什么 耶稣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是个先知 但是他是一个凡人 就是一个一般的圣人 是一个先知 然后定死了 也定死了 可是呢 说他什么 有上十字架没有真的死 他就是昏了过去 然后躲了两天 然后再醒过来 这是伊斯兰对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官方立场 那也是少部分的这个无神论者 也是用这样子来反驳 那我们看到的是 必须去了解到 罗马当时的时代的背景 在当时的罗马帝国 他的军队是什么 非常强盛的 那我们要去了解到说 罗马的士兵是杀人机器 是杀人不眨眼的 他们对于把人处死杀人 是受过严格的训练 非常高度专业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什么 他们都有标准的流程 SOP 杀人SOP 上十字架之后 你以为他就会乖乖地把他放下来 不会 他看到他断气之后 还会确认 用这个毛去刺穿 刺穿他的肚腹 然后流出来血 看说是血跟水有分离 然后把血流光 确认他真的死亡 这是罗马兵都会做的事情 所以罗马兵在杀人这件事情上 高度的专业 他们会这样子放过耶稣这个死刑犯 很困难 好 再来我们再看 而且再次看到他定死的这个阵地 在这个叫做路奇安 那有的人翻了 卢西安 他在他的 伯利格尼诺之死 他在这个书是在描述一个 希腊的哲学家的一本书 那他在他的这本著作里面 他说基督徒如你所知 至今仍然崇拜一个人 一位出色的人士 他建立了他们的新颖的礼仪 并因此而被定十字架 所以对这个异教徒来说 他不是基督徒 但是路奇安他发现说什么 哇 这群基督徒 叫做基督徒的人 他们到现在 还在崇拜那位 他们建立了一些新的礼仪 但是又因此而被定死了 他们的这位神 所以他是 路奇安应该是叙利亚人 他也观察到了 在犹太社会里面的这么一个人 而且他真的定死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他真的有这个人 然后他真的定死 这个都是史书上记载的 那我们就来说 那他真的有没有复活 真的生在世上 真的死了 有没有真的复活 我们看这一段是圣经的记载 弟兄们 我要把我从前传给你们的福音 向你们讲明 这福音你们已经领受了 并且靠他站立得稳 你们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道 就必靠这福音得救 不然就是突然相信了 我从前领受了 又传交给你们 那最要紧的 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记的 为我们的罪死了 又埋葬了 又照着圣经所记的第三天复活了 并且曾经向基伐显现 然后向十二使徒显现 以后又有一次 向五百多个弟兄显现 他们中间大多数到现今还在 也有些已经睡了 以后也向雅各显现 再后向众使徒显现 最后也向我显现 我好像一个未到惨奇而生的人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 本来没有资格称为使徒 因为我曾经迫害神的教会 然而靠着神的恩典 我得已有了今天 而且祂赐给我的恩典 并没有落空 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其实不是我 而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 因此不论是我或者是众使徒 我们这样的传 你们也这样信了 这是保罗他的记载 他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信 因为我们也看到 耶稣基督的复活 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说 显现显现显现 我们回去两页 显现像基法显现 基法就是彼得 然后也向五百多个门徒 十二个门徒显现 然后再下一页 五百多位弟兄显现 然后最后 祂虽然没有在那五百多位弟兄里面 后来耶稣向祂个人 一个人显现 所以这是我们能够了解到 我们如何知道 确实的复活的 很重要的一个例证之一 就是我们人如何知道 事情呢 人如何能知道说 这件事情有发生呢 我们没有办法用科学 我刚讲 因为科学需要重复 所以历史不是这样的 历史不是一个 一件科学的事情 这是我对历史的了解 我们没有办法用科学角度 去了解历史 因为历史真的发生了 但是你没有办法重复它 也没有办法有百分之百 什么 客观的历史 我对历史的了解 一定也都有主观 因为我观察这件事情 它真的发生在我眼前 然后我把它写下来 或是我告诉我隔壁的人 那它就成为我所描述的历史 不管是我用口传的 还是我用写下来的 记载的 但是它一定掺杂了 我的一些观念在里面 但是掺杂了我的观念 表示这件事情就没有发生吗 那你太主观了 那是你皇上人看到写的 不算 但是它确实有发生 虽然我写的可能会有 我主观的成分 这就是历史 我们人类所知道的历史 不管你是古今 中外 都是什么 有人看到 有人听到 然后把它写下来 或者是告诉其他的人 然后一代 一代 一代 言传也好 笔述也好 流传下来 就是因为当初有人 看到 听到 摸到 吃到 闻到 透过他的五官 去了解这件事情 里面可能掺杂了 他的一些的主观在里面 因为他人在那个线上 他会去体验到这件事情 所以会有他个人的情绪等等 但是并不代表 虽然主观并不代表没有发生 他是把它传下来的 这就是历史 同样的 我们看到 在耶稣基督的门徒身上 他们因为耶稣向他们显现 所以他们就去告诉他们周围的人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换作是我好了 我今天如果 1970年前 如果我看到耶稣复活 我铁定 我也会吓得半死 我会非常惊慌 恐慌 如果我看到神站在我的面前 而且他复活了 但是如果等到我 心平静下来之后 我会不会去告诉周围的人 我至少会告诉我老婆小孩吧 我今天真的看到神了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 奇特的一个经历 所以他们会去跟人讲 为什么福音可以传开 也是因为这样子 这些所谓的见证人 将近两千年前的这些见证人 把他说了出来 把他写了出来 写成四福音书 这是耶稣向门徒们显现 因为我们人类的了解 是透过见证 就是看到听到 就连在今天 见证是没有办法缺少的 因为在人类社会 我们的理解 往往都是透过见证 就连今天的法律 也是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你如果上法院 然后有人在互告 然后就说这个人有罪 因为怎么样 我有物证 然后我还要什么 人证 人证就是我看到了 我听到 他真的做这件事情 那要不要裁信 这是法官的权利 但是人证是至今在法律上 很有效 也必须有的一个条件 不然我们无从得知 所以耶稣基督的显现 是有见证人的 这是见证的重要性 我们再看下一页 我们再看到有个叫 爱任牛 一位初代教会的 他严格上来讲 严格上来讲 是第二代 第二代教会的一个教父 他提到泼驴甲 泼驴甲有个地方翻包里加 泼驴甲也是初代教会的 一个很重要的教父 我们读一下 泼驴甲不只是受到了 使徒的教导 他也与许多见过基督的人 交谈过 他也被在位于亚西亚的 使徒们 立为士美拿教会的主教 我年轻时也见过他 他非常的长寿 在他年纪老迈时 他极光荣地训导 离师 他一生都终于教导 使徒们所教导他的 这个是爱任牛 也是他在教会历史上 非常重要的一位教父 他描述泼驴甲 泼驴甲是非常有名的 一位英勇的殉道的 更早期的一个教父 那他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认识泼驴甲 他认识泼驴甲 泼驴甲大概比他年纪大 七十岁有 但是他认识他 因为泼驴甲非常的长寿 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 我举一个例子 如果我今天 是一个极度的怀疑论者 我是极端的怀疑论者 也就是说 我举说 我不相信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存在 我生在1975年 你们所有年纪大 比我大的人都说 在1939年到1945年 曾经发生过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说 我不相信 我为什么不相信 我没看到 我没听到 我没经历过 那你就拿影片来 你就拿书面的记载来 然后我就说 影片我看很多 因为有很多影片都是假的 现在的技术这么成熟 要拍古装剧都可以 要拍成什么样子 都可以模拟仿真 拍得很逼真 所以我不相信 因为我们也知道 确实有很多战争片 尤其是战争宣传片 各个国家 美国 德国 当时世界大战 英国 俄罗斯 大家都会拍一些 自己的军队屡战屡胜的 那个假象 有没有 我们的国军特别英勇 今天又奋勇杀敌 守住战地 然后其实只是 勉强没有输而已 没有败退 守住战地而已 但是就说 哇 大姐 对不对 所以战争也 纪录片也可以拍假的 所以我就说 我是怀疑论者 这些我通通不信 但是 接下来我讲的是真的 但是 我的外婆 1920神 她 从小带我长大 我跟她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 我跟她 睡在同一个房间 八年 她就睡我隔壁 她今年98岁 还依然健在 我听过至少30遍 同样的故事 说 哎呀 你知道吗 当年 我在日本东京 怀孕的时候 哎呀 好在 我那个时候怀孕 然后 日本人还又 勉强一点良心 给我这么大一块鱼 我要拿的那个 孕妇的那个饭票 去换那一块鱼 我一个礼拜 就唯一的蛋白质来源 就是这个 我外婆是 这个药剂师 所以她说 我唯一的蛋白质来源 就是那一块鱼 只有孕妇才能吃 一般人 啥都没有 都饿了肚子吧 油米就很好了 然后 哎呀 你知道 当初那个 哇那个 因为我母亲生在 1943年 最不好的 那两年 1943 1944 所以她说 哎呀 我那个时候 美军轰炸东京 哎呀 我们逃啊 逃啊 我们逃回到台湾 想说 现在美军开始轰炸东京了 所以她就坐船 逃到台湾 坐船的过程 说哎呀 又怎么了 那个美军的军舰 轰炸 那个我们的船 然后呢 日本的军舰 又回轰 啵啵啵啵 然后 就他们在船上 广播说 赶快把所有的 小孩 婴孩 全部放在救生艇上面 然后大人 随时准备弃船 跳下去 但是小孩子 必须要 要放在那个船里面 那我外公就知道说 如果 把我妈妈 那时候一岁大 放到那个救生艇去 一定就是有去无回 但是那个时候 船上广播 就是必须这样 因为美军的炮火 隆隆 但是我外公 就是死不肯放 就这样子 坚持了大概四五分钟 抱着我妈妈 然后 后来 一声巨响 砰 然后 后来就看到说 那个美军的军舰 跑走了 因为更大的一艘日本军舰来了 然后我打着 好险 命保住了 然后在逃到台湾的时候 就说 哎呀 你知道吗 我们台北市每天被轰炸 躲到哪里都被轰炸 台北市天天轰炸 就在那条路上 然后 那个 那个 炸弹就一直掉下来 然后 有一天就掉在 就是我妈妈 她的 她睡顶楼 她的这个 摇篮就在这里 然后一颗炸弹就在这里 掉在她的房间里 感谢上帝 那颗是未爆弹 没爆 否则没有今天的我 所以你知道 这么多的爱亚里面 我外婆的爱亚 还包含她的妈妈 就是我妈妈的外婆 如何从台北 把她背着 一路背到台湾的东岸去躲 因为太多 这个 那次之后 一定都怕死了 就再躲 就逃难 逃难 因为我外婆 告诉我这些 至少三十次 但是我百听不厌 因为描述的 非常生动些事 对不对 但我都觉得战争好可怕 因为我外婆描述了 因为她确实 身在那个年代 因为她确实 看到 她摸到 她听到 所以我能够采信 因为她是证人 而且她是一个 我可以相信的证人 因为她平时不是一个 会加油天助 捏造事实的人 她讲话算话的一个人 所以因此 我可以相信 真的有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件事情 因为我听到了一个 亲身经历 亲眼看见的 一个人的描述 这个就是人类的见证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波驴甲 还有艾润牛 他们在说什么呢 就好像我是艾润牛 我外婆是波驴甲 说波驴甲 他确实 跟过这些门徒 耶稣基督的十二门徒里面 他跟他们 一起交谈 一起吃饭 这些使徒 教导波驴甲 波驴甲 在他们这边 学过 跟过 所以波驴甲 最后也变成 一个主教的地位 那艾润牛说什么呢 我跟过波驴甲 我在他门下 很多年 他是我敬重的恩师 他教导我很多 这些使徒 教导给他的 那波驴甲 除了这些使徒之外 他也认识很多 我们不是看到说 有五百个人 耶稣向他们显现 他也认识这些人 跟他们交谈过 那艾润牛可能 也有少数认识 这样子的人 所以这个是这样子 见证 见证如何传下来的 这个就是人类的 见证 眼见为凭的流传 是这样来的 好 再来 所以我们看到说 如果还有人怀疑 就是说 那我凭什么 要相信这些见证人 如果他们全部都串通好 五百个人显现 这五百个人 全部都是用钱买来的 你们就说 你们看过耶稣复活吧 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愿意为这个信仰而死 如果今天大家捏造一个谎言 可是当你在一个非常极度的 不乐观的一个情况 所谓极度不乐观是什么 极度的破坏的一个情况之下 因为罗马政府是迫害基督徒的 犹太人也迫害基督徒的 所以他们在自己的民族里面被迫害 他们在外来政权手下也被破坏 双重破坏 这个根本就是极可怜 因为他们不是不乐观而已 他们连生命都是问题 因为罗马会去抓基督徒出来 然后处死的 那罗马政府有数度好几次 就是要彻底地跟除 铲除基督教 所以那个时候就直接派人去逮 然后说如果你弃教 说你现在如果不承认耶稣 你咒骂耶稣的话 我就放你一条深路 你可以回家了 但是如果你不弱骂 弃骂耶稣的话 我就把你丢到罗马竞技场里面 喂狮子 喂豹 或者是活活地把你烧死 铺驴甲就是这样子 活活地烧死 他说你可以放狮子豹来咬我吧 然后结果这些罗马的徐牧就说 算了 那我活活烧死你 看你气不气叫 那你就活活烧死我 就活活烧死他 所以他们是用性命 来捍卫自己所信的信仰 如果 如果他们 是活在一个捏造的事实上 说基督复活这件事是他们想出来的 那他们生命面临到这样子的迫害的时候 他可以说 对 我放弃就好了 但是他们愿意用性命去当作赌注 可见这些人很多他是亲眼看到 就像很多使徒 他们在被处死的时候 像彼得怎么样 他是怎么 抱着钉十字架 他说你不可能叫我放弃 因为我亲眼看到了 你叫我说 没有耶稣 没有复活 那我活着没有意义 因为他目睹了这件事情 所以初代的信徒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们不断地怎么样 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告诉人 所以我们看到从公元33年的时候 500人 有没有 像500人显现 见证人 然后到了350年的时候 变成3300多万人 然后因为大概在312到313的时候 罗马政府已经宣布 这个基督教是可以的合法宗教 但是在313年之前 完全是非法的 就像尼路一样 他想要杀光所有的基督徒一样 所以这个是基督教 为什么能够发展的很大的原因之一 那这本书我强力的推荐 我也跟几位弟兄推荐过 叫做基督教的兴起 有中文版是上海古籍出版社 所以你在台湾香港反而买不到 所以我很想买这本中文版 但是英文的我看过 它大概有12章里面 其中有一个章就专门讲 我刚刚讲的这件事情 这个见证的事情 但是它更有意思 它是从一个社会学的角度 比如说当时的社会里面有很多的病 有很多大瘟疫 然后基督徒代理里面扮演了什么样角色 那这位史塔克教授 他这位社会学的教授 他自己也是研究基督教的发展 十年之后 他现在已经研究 大概三十年有了 他头十年是不信的 他不是基督徒 他就是一个社会学家 他要看基督教的发展 结果研究了十年之后 他也变成基督徒 因为他参考到了很多的这个政力 好 下一页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说 既然耶稣的复活 有这么多的见证人 那圣经里面也有对他的一些见证 是什么样的一个见证呢 就是旧约圣经里面 有许多的预言 旧约圣经这么厚 八百多页 然后呢 要里面有很多的预言 因为旧约圣经是 耶稣降生之前四百年 都不止四百年之前写的 那这些 从一千五百到四百年前写的 这些书信里面 这些先知书里面 都有对耶稣的预言 那中间里面应验了 大概至少三百多条 我今天只举十二条出来 让各位简单的参考一下 第一个是 尼撒亚是什么 由童女所生的 就是一个处女可以生小孩 这非常奇怪的事情 破天荒的事情 但是确实是这样预言 在以赛亚书 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出自于什么 犹大的族裔 所以他是亚伯拉罕 以萨雅各的后代 然后以萨雅各生贼 犹大 接下来他是大卫的后代 就是犹太人历史里面 以色列最重要的国王 大卫他的后代 然后他出生在哪里 伯利恒 这个也记载了 在尼加书里面 然后他会受到圣灵的恩高 第六 在他之前会有一位 开路的使者 就是施洗约翰 他会寻许多的神迹 所以耶稣非常多的 医病赶鬼等等 他会洁净圣殿 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然后他会被自己的人 就是犹太人 会弃绝他 他自己是犹太人 但是犹太人会反对他 然后反对到什么地步呢 最后帮他钉在十字架上面 这就是犹太人对耶稣的弃绝 因为是犹太人 把他交给罗马政府处理的 罗马政府本来不处理的 是犹太人要求这样子 他会受屈辱的事 他会被自己的人排斥 他会在诬告他的人面前 什么 保持沉默 他还会被死笑 然后他的手脚都会被刺透 受屈辱的事 还有很多条 他会跟盗贼一起被钉死 然后会刺他的肋旁 这是我刚刚讲 罗马兵的标准程序之一 他会葬在一位妇人的坟里 有叫约瑟的妇人 他把他带去安葬 为他的衣服直迁 这是罗马的兵丁 为了抢他的衣服 再来 最后他会死而复活 所以复活这件事情 连在旧约圣经里面 都有记载 诗篇有多处有记载 然后最后什么 复活之后四十天 升天 这是圣经里面 对耶稣的预言 耶稣也应验了这些预言 我们再看下一页 那怀疑有很多的论述 我列举不完 但是我列几个主要的 就是我们今天也探讨的 第一个是耶稣并非的死亡 好 再来 耶稣的尸体被人盗取去了 但是我们知道说 罗马的兵 他是一整队的兵 在看守耶稣的墓的 另外是什么 妇女人跑错坟墓 也有这样怀疑的论点 如果真的妇女跑错坟墓的话 当时的罗马人跟犹太的官 犹太的圣殿里面的文士法利塞 就是宗教的官 他们就是好像当时的宗教局 可以跑出来说 没有 你跑错坟了 真正坟在这里 尸体在这里 这就解决了 所以也不可能是这样 再来 耶稣只有向相信他的人显现 但是我们刚刚看到了 他向五百多个人显现 再来 所有存在的记载都是偏颇的 但是我们看到了 圣经之外有非常多的官方的证实 都有提到这个人这件事情 好 然后复活的概念是门徒们后来借来的 所以本来没有复活这个概念 但是因为耶稣死了 门徒慌了 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赶快捏造出来 没有门徒如果真的慌了 就回去做自己原本的事情就好了 有些人彼得也说 我回去当渔夫好了 回老家吧 但是什么 不是借来的 因为他们都用他们的生命 我刚刚讲了 付上代价 来证实自己所传的道 所见证的神 这是耶稣基督 他复活的正理 所以各位朋友 我没有办法一一列举 但是我把很简短的整理给你看到 而不让我们想到 我们自己的处境 古今中外没有人 除了耶稣基督 能够逃过死亡 耶稣基督胜过死亡 但是在座 我们现在在这里的每一位 我们逃不过死亡 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 可能自八十 可能你长寿到一百二 你总要面对 但是基督徒我们愿意 愿意把我们的生命 托付在哪里 这个有永恒盼望的耶稣里面 为什么他有永恒盼望 因为他是古今中外 唯一能够死 复活的一个人 因为他是神 降世为人 所以他能够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跟随他 相信他 我们有一天也得到复活 死亡之后不是没有存在 你不会变成一片云 一片烟不见了 就连云烟 它只是换一个形式的存在 它还是存在 但是我们一样 我们会永远的存在 那我们需要永恒的生命 所以我们信靠耶稣 因为他率先地证明了 他胜过死亡 所以我们愿意信靠他 把希望建筑在他的身上 这是我们的信仰 我邀请各位 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这个信仰 你今天好好地思考 我刚刚提的考证 然后思考 是不是你值得来信靠这位复活的神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谢谢你 谢谢你赐给我们 你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 主我们愿意来相信 耶稣是真神的儿子 来到世上 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死 复活 因为你复活的大能 在他的身上 谢谢你 谢谢耶稣洗尽我们一切的罪 耶稣的宝血 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 谢谢你 求你圣灵 到我们每一位的心中 让我们更多地知道 你的爱 更多地体会 你对我们 那美好永生的盼望 感谢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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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瑟 阿们